長榮罷工 長榮罷工 長榮罷工延燒17天落幕 但後續又有空服員揚言 在機長主餐加料 連美國運輸部都接到旅客 擔憂投訴 重創長榮形象 長榮20號全面赴飛 為了挽救乘客信心 也推出機票大促銷 長榮推出限期10天全航線促銷 促銷力道前所未見 包含歐洲巴黎 倫敦 洛杉磯 都在2萬上下 部分票價還比聯航更便宜 亞洲部分曼谷 首爾都五千有找 不過旅客有感嗎 我們在上班族是算小自主 這種也可以一部小補這樣降價這樣子 他們各方面也算還不錯 所以還是會考慮 因為罷工的話會事先通知 長榮還可以 那個品質還不錯 票價也會 可是如果長榮這樣的話 我也是會考慮 信心度沒有那麼十足 儘管還是有旅客難以重拾信任 加上華航同樣也有暑期優惠 釜山約五千六百元 曼谷六千一 同樣具有競爭力 不過還是有不少旅行社業者認為 機票促銷有利夏季銷售 因為它的降價的話 那客人就是會有預願 報名參加這個團體 其實長榮華航部分 有給點放促銷票價 我們還是會把它包裝進來 讓客人了解 所以其實整體的部分 對整個零色部分 讓客人的選擇性來講的話 還是更多元性的 加上長榮這次優惠 並不限制名額 相對聯航促銷 搶票更容易 但由於有期間限定 還是有人數上限 民眾如果要買優惠票 還是得盡早看著航班 早點訂才不會被搶光 解夏季城西歐雲 台北報導